手机APP一扫就能取车 归还小费也都手机可搞定 中央大学引进共享电动滑板车 总共10个站让师生租借 校园面积大移动在各管间很方便 若是开车就会增加碳排放 希望和U-bike一样多多被利用 中央大学直接以永续发展作为教研总目标 我们在这个2030年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达到校园碳中和的50% 在2050年的时候希望达到碳中和的100% 间接排放源最主要的就是用电量 这个用电量呢根据我们现在的推算 大概在整个中央大学的总体的碳排放量 大概达到80% 所以说真正的这个重心呢 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这个节能 经由节能能达到减碳的目标 制高点看过去 校园内很多管设屋顶 有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 预估20年发电量可达到5000多万度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653万公斤 地球越来越热 欧洲热浪甚至已经飙到48度 人类要大幅减少碳排放 避免温室气体浓度越来越高 世界各国在巴黎协定中约定在本世纪结束以前 要让全球的均温升幅呢控制在两度以下 目标在1.5度以内 但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在2021年的评估报告中指出 全球暖化的速度呢是比科学家之前的观察还要快的 最快全球的均温有可能在2030年也就是10年以内上升1.5度 突破巴黎协定的升幅限制 全世界都在推净零碳排 希望减少温室效应带来的冲击 根据SILENCE报道 燃烧煤炭汽油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全球气候 释出的悬浮微粒侵害人体健康 但有研究人员透过卫星观测发现 全球空污对气候影响比2000年时降低30% 减少了悬浮微粒的排放 空气更干净了 不过因为悬浮微粒可反射太阳光 让地球降温 少了这个因素可能让全球暖化更严重 这项研究已经提交给期刊 大气化学和物理学目前在审核中 它的理论并不是错的 但是我们应该说在那个研究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确实有被过度简化了的 因为空气污染的性质其实相当的复杂 它不只是会减少太阳辐射 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它也会吸收太阳辐射 然后让局部的空气暖化 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那在那个研究里面 对于空气污染 对太阳辐射的吸收能力 这件事情是没有去做得非常的清楚 全浮微粒的影响的空间范围 不像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因为生命期非常的长 所以它可以慢慢的在全世界的均匀化 你即使是在非常干净的太平洋中间 你还是会面对温室气体的问题 温室气体的生命周期是100年 在规模空间时间影响巨大 中研院空气品质专题中心执行长周崇光强调 减少温室气体跟降低空气污染物是双赢 减碳是对的方向 而人类现在做的还远远赶不上气候变迁的速度 强制性的碳权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欧盟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就是一个例子 那它藉由设定一个总量的限制 就是它给每一家企业说 它可以排碳的总额是多少 那企业如果超过了这个总额 它就要去补这个碳权 那企业如果排不到这个总额 它就可以卖这个碳权给其他的企业 志愿性的碳权其实就是比如说 现在有些企业它想要达成精灵排放 那它会去透过购买这些碳权的手段 来去减低它就是 可能现在减排不了的碳排放 碳权其实不是企业减碳的赎罪圈 所以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说 企业要先通过前面的盘查 跟自主的一些减量动作 精灵碳排迫在眉睫 当全球均温更高 热浪干旱 自灾性降雨更严重 我们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少 TVBS新闻谢谢希望一节台北桃源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